那时候耶稣来到撒玛利亚的一个镇 名叫西哈尔 这地方靠近雅各伯给他儿子若瑟的那块地 雅各伯井就在那里 耶稣因为走路疲乏 就顺便坐在井旁 那时大约是中午 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 耶稣向她说 请给我一点水喝 那时她的门徒都到镇上买食物去了 那撒玛利亚妇人回答说 你是犹太人 而我是撒玛利亚人 你怎么向我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一向不相往来 耶稣回答说 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赐 和现在向你要水喝的是谁 你或许早就会求他 而他也早就赐给你活水了 那妇人问道 先生 你连打水的器具都没有 而井又深 你从哪里取得那活水呢 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雅各伯还大吗 他把这口井留给我们 他自己 他的儿女和他的神处 都曾喝这口井的水 耶稣回答说 喝了这水的人还要再渴 但是谁喝了我给的水 就永远不再渴 并且我给他的水 要在他内成为泉源 拥出活水 使他得到永恒的生命 夫人说 先生 请给我这水吧 免得我再渴 也不需要再来这里打水 耶稣向他说 你去叫你的丈夫 然后再到这里来 夫人回答说 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 你说没有丈夫 你说得对 因为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了 你现在所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 你说的是实话 夫人说 先生 我看你是一位先知 我们的祖先一向在这座山上朝拜天主 你们却说朝拜的地方应该是耶路撒冷 耶稣回答说 女人 你要相信我 时候快到了 你们将不在这座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 你们朝拜 你们所不认识的 我们朝拜 我们所认识的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来的 但是时候要到 而且现在就是 那些真正朝拜天父的人 要用心神要按真理朝拜他 因为这样的朝拜正是父所要的 天主是神 所以朝拜他的人 应该用心神按真理去朝拜 夫人说 我知道那称为基督的墨西亚要来 他来了就会把一切的事告诉我们 耶稣向他说 现在跟你谈话的我就是墨西亚 正在这时候 他的门徒回来了 看见他跟一个妇人谈话 都很惊讶 但是没有人问那妇人 你要什么 我问耶稣 你为什么跟他说话 于是那妇人放下他的水桶 回到镇上对大家说 你们快来看 有一个人把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说了出来 莫非他就是墨西亚吗 于是大家就往镇外到耶稣那里 这时候门徒请求耶稣说 老师吃饭吧 他却回答说 我已经有食物吃 那是你们所不知道的 门徒们便彼此询问 难道有人给他送来了吃的吗 耶稣向他们说 我的食物就是实行派遣我来的那一位的旨意 完成它交给我的工作 你们不是说还有四个月才到收获期吗 我对你们说你们举目仔细看看这些田地吧 庄稼已经成熟 可以收割了 收割的人领到工资 并且为永恒的生命积聚果实 这样使栽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这正如俗话所说 这个人栽种 另一个人收割 我派遣你们钱去收割 你们没有耕作的田地 别人出力而你们却去收获他们辛劳的成果 镇上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从了耶稣 因为那夫人作证说 他把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说了出来 于是这些撒玛利亚人来到耶稣跟前 请求他在那里住下 耶稣就在那里住了两天 还有更多的人因为听了他的教训 就信从了他 他们向那夫人说 我们现在信了 不是由于你的话 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他的话 知道他确实是世界的救助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的福音很长 但是给我们叙述的是一个非常美的故事 耶稣跟一位撒玛利亚的妇女相遇 耶稣跟一位罪人相遇 在这里我讲两点 第一点 给我点水喝 第二点 对天主的信任 耶稣在中午走路很长时间 尤其在旷野中 肯定是渴了 累了 所以他坐在井旁 不走了 就像我们干了活 干了一段时间之后 坐下来 抽个烟 喝点水 实在干不动了 歇一会儿再走 耶稣是累了 但是事实上在这儿 我们往深处看 他在等一个人 等谁呢 等那位妇女 这位妇女可不是一个一般的妇女 她有过五个丈夫 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罪人 没有人喜欢接近这样的人 很多人连跟她说话都不想 她自己也很自卑 连门都不愿意出 所以在大中午 没有人大中午去调水 早上一起来去打水 晚上下班了打水 中午那么热 可是她趁没有人的时候出来打水 你看可以看到她 跟别人没有什么关系 她也不愿意有任何关系 她受的伤很厉害 耶稣在等她 就这样 我们停在这里 看一看 耶稣在等每一个罪人 这位妇女就是受伤的人类 就是我们每一个带着犯罪的 倾向的随时可以跌倒的人 就是我们 耶稣在等我们 给我点水喝吧 耶稣向他要水喝 事实上 在谈话之后 我们发现 耶稣愿意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不是耶稣缺水喝 是他需要真正的水 耶稣从哪弄不到一点水 为什么耶稣向他要水 耶稣让他发现他的问题 说着说着水就说到了他的生活 你给我点吧 我不给你 咱们不说话 耶稣说你喝了我的水就不渴了 那给我点水吧 耶稣说去叫你的丈夫 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你有过五个丈夫 一会儿谈话 好像越来越离题 越来越深 耶稣让他发现你的问题 不是我有问题 是你有问题 现在你需要来找我 要不后来耶稣说 口渴的到我跟前来吧 我要给你水 而且这个水在你内 要成为泉源 浇灌别人 我给你点水 然后你这个水 开始流出更多的水 去浇灌更多的人 这不是今天我们所有的吗 那些信了耶稣的人 做了耶稣门徒的 他们帮助了多少的人 他们的力量从哪里来 从耶稣这里来 给我点水喝吧 我们四旬期已经到了一半 耶稣邀请我们 给我点水喝 在今天的祈祷一开始 在祭祭祈祷 师 提醒我们 这是天主给我们的方法 天主喜欢我们 这一段时期悔改 我们做了多少 给我点水喝吧 不是耶稣口渴 耶稣发现 我们需要他 我们需要听他的话 我们每个人需要水 需要成为泉源 因为别人 更多的人需要水 要不耶稣说 你快过来 给我点水喝 耶稣愿意 给我们每个人谈话 让我们发现 我们的需要 发现我们的问题 让我们开始 继续走悔改的路 四旬期已经到了一半 我做了多少 后来我们发现 耶稣在十字架上 还说过同样的话 我渴 我口渴 真的是口渴吗 他要救我们 救我们这些罪人 所以 其实是我们 要意识到 我们的问题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给我点水喝 我们每个人 要在这里 听到耶稣 给我们说话 我们要跟他相遇 不是出于行事 不是出于无奈 今天来到耶稣跟前 我们反省 我是不是 可以给他一点水喝 来安慰耶稣 受伤的心 耶稣怎么受伤了 看到我们堕落 看到我们每天 在往地狱里走 拿着自己的灵魂 不当事 耶稣就很受伤 因为他爱我们 就像我们看到 我们的孩子 不务正业 你管他也不听 你根本拿他 一点办法也没有 你每天还生叹气 就是挣钱 就是工作 也让你高兴不上来 因为你特别爱的 你看为最重要的 你的孩子 每天这样子 吊儿郎当的 游手好闲的 这样将来没有出路 你再难过 耶稣受伤 他口渴 他痛哭 就是为了这个 所以我们给他点水喝吧 让我们借着具体的行动 在悔改 在四旬期这一段 悔改的时期 我们开始行动 许许 祈祷 该接 我知道你们到这里来干活 你们心里真的有天主 你们也愿意 行爱德 你们才来到这里 我想天主都看在眼里了 他会很高兴 让我们继续 在我们周围 散播这种福音的气息 继续去爱 去帮助 不只是对教会 对那些教外人 就像耶稣 对这个不说话的撒玛利亚人 耶稣主动的搭了一个桥 走进他 你不是不跟我说话吗 我们周围有多少墙壁 让我们把这些墙壁推倒 我们主动的走向 那些给我们没有关系的人 今天的世界 就是一个冷漠的世界 当我们给耶稣水喝 实际上 帮助别人的时候 行爱德的时候 就是在给耶稣水喝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讲得很简单 对耶稣的信任 读到这一句话 我很惊讶 那个妇女说 我知道墨西亚要来 救世主要来 他来了会给我讲 一切是 耶稣说 现在给你说话的我就是 在整个的福音中 没有一处 耶稣这么直接说话的 就对这个妇女 耶稣说 给你说话的我就是墨西亚 不要再找了 哇 耶稣歧视了她的身份 很多的时候别人讲 耶稣说不要讲 不要乱说 还不让讲 可是在这就对这个罪人 一个不是一般的罪人 耶稣跟她说 跟你说话的我就是 救世主 我就是那一位 这是对一个罪人 耶稣对罪人 启示她的身份 正像她后来所说的 我来不是找那些好人 义人 我来找罪人 不是健康的人 需要医生 而是有病的人 耶稣来 就是为了我们 他对我们的爱 什么他都可以喝出去 在别处不能说的话 他对我们说 就像朋友 耶稣说 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我称你们为朋友 因为主人要做什么 不会告诉仆人 会给朋友讲 你看耶稣 把谁当成朋友了 把我们罪人 所以信任耶稣 这是我现在正在讲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 就像读经医 今天的读经医 他们走着走着 没有水了 他们说天主不要我们了 干嘛非领我们出来 死在这 你以前不管我们 不挺好吗 非让我们出来去福地 福地在哪呢 哎呀天主 你没有这个本事